自己再了解一下 再來的話呢 那 如果你執行好假如我現在run一下我這邊設中段點 中段點這邊是加 好像在 那個YouTube下方有同學留言說老師怎麼加他不會 我現在直接講 點一下就是加 點一下就是取消 那我可以怎麼樣其實有的時候你寫程式可以一邊寫 如果你後面那一行不會寫你可以先停在這邊 然後讓他run一下 run到這邊按F8 不要讓他再跑你要按F8就是讓他跑下一行 你可以看一下下面的那個狀態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怎麼樣 他就幫我新增了一個工作表 但是問題名稱不叫 那個什麼呢 不叫我們要給名字一般嘛 所以特別重要接下來 你可以把它 在下面一行 改名稱 那改名稱 我怎麼怎麼改 特別重要就是 最後那個的名稱 改成叫一般 其實就是最後那個就是這個 續此 續點看 所以其實很簡單的方法 我習慣就把它複製 拖拉加Ctrl鍵 的名字 點name 點name就是 最後那個工作表的名稱 叫什麼 等於 那我要取 的名稱在前面 所以你可以 一般是什麼 Sale 我們就是那個名稱叫 Sales 的 Idea 的 L欄 不過 特別注意喔 特別注意他一點 如果說你要讓他的話 你可以 把它拉上去 VBA有個很棒的功能 就是可以讓城市回頭 有沒有 回頭的方法很簡單 箭頭按住不要放 往上拖拉 他就回頭了 那你這個時候可以再按 F F8去執行 所以執行看一下 OK 不過特別注意喔 你會發現這個時候應該會出錯了 因為 他這個的 L欄 L欄 裡面的 第幾列 沒有東西嘛 所以他一定會跟你講什麼 這個 但你看半天 所以之前有同意說 老師 1004是什麼意思啊 你問我怎麼知道 其實 他是有相關 其實問題應該出在什麼 就是你不能給一個 空的 詞 變成他的名字 所以這個錯應該錯在哪裡 喔 特別注意喔 應該是 這個工作表有沒有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跟他講說 我那個 儲存格是在 第一個工作表的話 那有個方法就是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SHITS 在前面加上跟他講說 哪一個SHITS 瓜糊 第一個就好了 或者是那個的名稱啦 你也可以這樣啦 雙引號 然後打序則1 不過我這邊 偷懶一下啦 乾脆1好了 就第一個那個喔 OK 這邊 剛剛會 就是出錯 現在呢 你可以改完之後 再F8 會不會錯呢 看一下 有沒有 改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也是一個技巧 以後如果說 假如呢 你們程式還不太會寫的話 至少你這些技巧都要會 因為這些技巧就是喔 可以讓你 程式可以回頭 然後可以慢慢走 不用說一下那麼急 程式你說一下嘛 學的精通喔 不容易啦 需要時間 所以這些技巧也可以把它記下來 再來的話就是啊 讓他繼續跑 所以F8 然後這個時候的話 他又再add一個新的 有沒有 工作表34 不過這個數字有時候會跳喔 然後再 重新命名 成2班 再回頭 再新增一個 變3班 然後再 有沒有沒有了 and sub就結束 不過其實應該貼心一點應該是讓他回去 所以如果讓他回去的話 其實你就是寫一個 序扯1 讓他回去的話就是他有個方法 叫 slate 他有個方法叫slate 顧面適應嘛 就是 讓他怎樣 讓他點一下 然後回頭到前面去 所以 再跑一次 再把它刪 左動刪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刪除還沒寫完 所以呢我就把它刪掉 然後再讓他f8一下 比如說我這一班 二班 三班 最後slate的有沒有 就是游標跳回去 到 第一個 這樣就ok了 所以特別是新增工作表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說 請各位一定要學會什麼 學會這個物件 shits 裡面最重要就是 add的方法 add 新增工作表 到哪裡 特別是after 當然未來你也可以用before 你可以寫到前面 不過一般習慣是放後面 寫到最後一個 ok然後呢 重新命名成這個名字 這個 比較容易錯的是這個工作表名稱 因為 我們現在已經是跨工作表 所以特別注意 你一定要跟他講哪個工作表 不然他會以為你現在的這個工作表 這也是最容易出錯 其實坦白講我自己也常常錯 因為常常 到底是這個還是那個 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透過中斷模式 反正你也不用急著用 腦袋一直在那邊想 沒關係你就停下來 然後他跳了你再寫下一行 這樣也是一招 我覺得這個 其實坦白講我自己也常常這樣寫 因為我說真的沒有人那麼厲害 你腦袋把他當電腦來跑 那一定很累了 所以你停下來 再寫下一行 OK那應該基本上就沒什麼錯誤 問題是